這兩天我跟大家分享 台股會有大波段的一個多頭行情 作而言不如其而行 我們就立刻帶了我們的會員進場 做波段的多單 果然真的就賺了千點以上的一個獲利 那我們期貨創業家388 是提前達標超標 那台股漲了那麼多 明天大家應該要做多還是要做空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 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我這兩天就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台股啊多頭是不會停止了 這一波大多頭就要出現了 所以我這兩天一直提醒大家 要趕快進場做操作 不要再沒有信心了 我知道還是很多人沒有信心 但是你看一下 我們這一波段可以說從最低一點啊 跟大家講說不要擔心不要害怕 然後呢果然一路一路都如同我們的運期啊 台股在底部震盪之後呢就持續向上創高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啊 台股在10月25號的時候是 就是最悲觀的時候 10月25號是哪一天 10月25號我們講過好久了 就是這一天 這一天你看 這一天是多麼恐怖 我們後面都不要看 我們這樣看 這樣看起來的話你會不會覺得哇 就一路向下一路向下 反彈無力繼續往下跌 而且不斷的破底 在這一天的時候我們的LINE就跟大家分享 我講了好多次了 我LINE在10月25號就跟大家分享 台股啊沒有1000個傷心的理由 只有堅強的理由 因為啊全球股市都持續的向上漲 台股呢就是會向上 所以我建議大家不偏不疑 持續看躲 沒有錯吧 而且我在隔天啊10月26號 10月26號也是非常悲觀啊 你看10月26號 哇只有收一點點小紅啊 從技術面來看這樣子 又是沒有舊的一個盤 但是我還是敢跟大家講 我說啊短線啊台股至少上看月線 現在有沒有上看月線啊 月線是這一條 現在是早就已經突破 而且是準備要挑戰季線了 我們的預測是完全命中 再加上啊說真的你不要看我節目 你真的不要看我節目 你看我節目的大標題就好了 你看一下這兩天我標題是什麼 我說啊在11月7號就是前天嘛 前天我跟大家講什麼 多頭反攻的號角要響起了 11月7號就跟大家講 多頭反攻的號角要響起了 要把握什麼 絕佳的超級機會 現在你看一下這兩天是不是大漲來 這兩天你光是看這兩天就好了 大漲大漲有沒有大漲大漲 而且呢我昨天有沒有 我昨天的節目標題是什麼 我知道啊 現在有很多人啊很聰明的投資人啊 我知道現在大家還在等什麼 等不確定因素結束嘛 但我告訴各位 不確定因素結束了 反而不是一個好買點 通常來講你要佈局就是要在不確定因素之前 提前佈局什麼不確定因素 最近很聰明的投資人一定在想啊 今天美國總統大選啊 說不定會往下跌 明天美國又要公佈CPI 說不定會往下跌 但是呢說真的你看 大盤股市的氣勢已經氣勢如虹了 也就是說這一波往下跌的過程當中 已經把所有的空檔 把所有會賣股票的人全部清乾淨了 後續再有什麼利空啊 其實也不會跌了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講什麼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昨天的標題 我昨天的標題的部分來 我說CPI公佈不用怕 報復性的大漲才剛開始 是不是剛開始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是大漲 昨天我說報復性的大漲才剛開始 報復性的大漲才剛開始 今天大盤 來今天大盤是不是有量有價 2383億漲了291點 沒有錯吧 是不是完全如同我們的預期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歡看什麼 外資買賣超 說真的 你會發現我們在跟大家解盤的時候 我都沒有在看 很少在看外資 外資只是稍微看一下而已 你會發現外資是不是買回來了 外資是不是買回來了 今天外資買了241億 昨天買了90.8億 前天買了92.04億 你看外資都買回來 在這麼悲觀的情況之下 是哪一位老師跟你講說 不用怕 台股就會向上 而且我沒有跟你模擬一兩可的答案 我知道很多老師啊 解盤啊 就是看漲說漲 看跌說跌 或者是講的模擬兩可 講的模擬兩可是什麼意思 假如說 哎 台股啊 明天會上漲的距離是50%啦 這樣有什麼意義 或者是我跟你說哦 台幣如果繼續貶值的話啊 那個對大盤不利啊 那大盤就有可能會往下 那大盤到底是往下還是往上啊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要不然就是哦 如果美股能持續向上的話啊 台股就會跟著向上 如果美股向下跌的話 台股就沒救 這截什麼盤啊 你看一下我們昨天 我們昨天是多麼的斬釘截鐵 跟大家分享 來我們昨天 昨天啊 我跟大家講什麼 你解盤啊 不需要 不需要再模擬兩可 很多老師都解的模擬兩可 我都直接跟大家講了 我說什麼 我說全球股市都持續向上 台股就是會向上啦 有沒有在跟你模擬兩可 沒有啦 昨天啊 11月8號星期二晚上 11月8號星期二晚上 今天是幾號 9號 昨天晚上 跟大家分享的 我說台股就是持續向上 而且我在節目也跟大家講 就是會向上 我節目的標題是什麼 CPI公佈不用怕 昨天我節目很早上線哦 因為我昨天去錄那個三立直播 4點到5點的直播 Live 所以我昨天是提早錄影的 昨天提早錄影 我昨天錄影時間是1點半 我1點半就給大家下這個標了 而且我昨天的內容也跟大家講 CPI不用怕是持續向上 今天台股就漲了291點 而且我跟大家講 現階段你不需要再保守了 過去在大跌的過程當中 當然我們就是要以守為主 那現在你不用守了 你就要轉守為攻 你這一波啊 才有機會賺回來 不然的話我知道 今年台股啊跌了五六千點 很多股票是跌了五成 七成 你要怎麼賺回來 你當然是要現在布局 最有機會的股票 才有辦法一次把它賺回來 好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的預測是多麼的正確 如果說你還沒有加入我們的LINE 真的是非常可惜 因為你看我們的LINE 每天都跟大家講了這麼多 我不是每天在給大家 廣告文 我好強 我好棒 趕快跟我走 我們是什麼 我們都解盤 我跟大家講解盤 我說多頭已經正式形成了 最近大家最關心的是 哪兩個變數 我都跟你講的一清二楚 哪兩個變數 美國選舉 還有通膨數據 但是我跟大家講過 投資不是數學 投資你要看技術 你要看基本面 你要全部融合一起 你才能找到最正確的答案 最正確的趨勢 好所以你還沒加入我的LINE的 朋友們 觀眾朋友們趕快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個QR Code 你就可以找到我的官方LINE 或者是你用你的LINE 去打關鍵字 小鼠GD1788 就可以找到我的官方LINE 找到LINE之後記得 回我一個訊息 我才知道你加入 或者是你有什麼 你股票上的問題 只要我沒有帶會員的 我就能解答的 我盡量幫大家解答 當然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最好的股票 我這一波已經講了很多 很強勢的股票 你看我們講了多少 金瑞高麗第一銅 台積電龍澤科利凱巨洋 遠東心 哪一檔我們沒有講 這一波我們講的幾乎是 黨黨命中 黨黨強勢啊 當然最強勢的 還是要留給我們的會員朋友 我們的會員朋友進場 就是這一檔 滑金的部分 我滑金很少在節目上講 只有長起來才開始講 為什麼 因為會員有會員的權益嘛 你看滑金 四根掌停板 多麼美麗的線型 有沒有帶會員進場 滑金 20.7 20.7啊 放到現在40% 21.4進場買進 放到現在35%以上 這是不是就我講的 我們要給會員最好的 當然我們為什麼 我們的操作這麼準確這麼精確 因為我們不是只看技術面 不是只看基本面 有些有一派的說法就是 只看基本面的我們就是巴菲特 我們就只看基本面 不行這樣 我們要總計面 基本面 技術面 產業面 消息面都要看 你會發現我唯一沒看的是什麼 籌碼面啊 因為我認為籌碼這東西啊 你會發現很吊詭 我相信很多人啊 跟著外資跟著投信做 做了好多了 你賺錢了嗎 你自己問你心裡 你賺錢了嗎 這答案大部分的人應該會回答 是否定的沒賺錢 要不然呢就是偶爾賺錢 一虧虧很大 那說真的籌碼你要做什麼 你要在外資啊還沒進場 你要在投信還沒進場之前 你就提前佈局了啦 你提前佈局之後 然後呢外資進場 投信進場幫你抬轎 這個時候你要占賣方 把它賣掉 那你要憑什麼 你要比外資你要比投信提早進場 當然憑的就是你對產業的了解 你對大盤的熟悉 你對基本面的了解 你對技術面你對消息面 面面具到五合一的選股法 才能幫你精準的命中 下一波要漲什麼股票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一波呢 這麼樂觀啊 你會發現啊 其實如果啊 單純從技術線型來看的話 其實前一波啊 如果你單看技術線型的話 坦白說啊 我要是這樣看啊 我也是悲觀的啦 你看 單看技術線型 單看台股的技術線型的話 你怎麼看啊 你都找不到一個多頭的理由 你只有一個悲傷的理由 你只有一千個悲傷的故事 對不對 但是呢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不能只看大盤 你不能只看台股 你不能只看技術面 你大盤的部分 你要搭配總金政治跟美股 來我示範給大家看 為什麼在這一波最低點的時候呢 我跟大家講說不用怕 台股會向上 來第一點 美股是持續的向上再創新高 包含了現在最新最新的 稻窮期貨指數都還維持在相當的 相對的高點 我們來看一下 稻窮指數的部分 我們仔細看一下 稻窮指數這一波呢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點 利空不跌 我觀察到的 我觀察到這一根 利空不跌是什麼 這一根呢是公佈了上個月的CPI 上個月的CPI是8.2吧 比預期的高一些 比預期的高一些呢 再加上它核心的CPI 是再創歷史新高 這對股市來講啊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空 空頭的消息 就是利空啊 但你會發現這個利空之後 往下跌了一下 立刻向上大漲 那這一根啊 就已經是確定的多頭的第一步了 你看這一根出現之後 它持續的向上 持續的向上 三天之內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可以數三天 三天之內 我那時候已經數好幾次給大家看了 我說三天之內 都有持續再創新高 只要三天之內 持續再創新高 短線的多頭就沒有改變 你看一下創新高 創新高有沒有 一路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 創新高 創新高 一直再創新高 三天內 都有持續的再創新高 只有這兩天 出現了一個震盪的下修 這幾天出現了震盪下修 是什麼原因啊 FED的利率會議 FED坦白說這次的利率會議 有特別好的消息嗎 有跟大家講說要暫停升息嗎 統統都沒有 升息三碼如期 12月可能會升息兩碼 也可能升息三碼 終端利率呢 本來是說4.5到4.75 現在終端利率 終端利率是什麼 就是明年最終升息的目標 本來是說4.5 現在到4.75 那最近又傳出來消息 是5啊 所以升息沒有停止 那這算利多 不可能 這絕對是利空 那你會發現 利空過後 美股啊 還是持續的再創新高 有沒有 持續的再創新高 你看只有小跌一下 如果說這邊要向下跌的話 至少要回測一下季線 回測一下月線 完全連摸都沒摸到 它就繼續向上創新高 這就代表說多頭的氣勢回來了 再搭配你去看一下國際股市 德國股市一路的創高 對不對 德國股市一路的創高 法國股市一路的創新高 那不要看這麼遙遠 我們看亞洲國家好不好 亞洲國家我們看日本跟韓國 韓國這一波大家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好想贏韓國 在這邊最低點的時候啊 對不對這邊 韓國剛突破月線 我們台股還在月線啊 震盪的摸 那我之後那時候就跟大家講說 我好想贏韓國 結果呢韓國呢 我們有沒有贏 沒有贏 但是呢韓國股市持續向上漲 持續向上漲 一路向上突破了季線 到現在我們台股還在季線之下 也就是說台股還有很多 落後補漲的一個空間 所以你看 我就跟大家講 我看到的美股 我看到的利空都不跌 台股的盤面上也有很多利空不跌 搭配上全子股 所以我這一波才有辦法 這麼有信心的跟大家講說 台股就是會向上 我沒有模擬兩可的答案 沒有說如果可以好像 沒關係不要看大盤 我們來看個股 不是這樣子的 好再來 你不要說我對大盤的敏銳度 我對於台積電的敏銳度 台積電呢你看一下 台積電那一陣子 在往下跌的時候 多少人多麼的悲觀 台積電你看這一波一路往下跌 你從這樣看起來 哇沒救了 這可能跌不停 對不對 跌到庭院生生生幾許 生到無可處的生 地獄還沒到18層 只可能到17層 沒有12層而已 後面還有18層可以跌 這裡的時候 你看那時候大家在接 大家在喊 對不對 大概只有我 在最悲觀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不用擔心 什麼時候最悲觀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什麼時候最悲觀 這兩天最悲觀吧 這兩天最悲觀吧 對不對 好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兩天跟大家講了什麼 分別在10月26號 來我10月26號 我講了什麼 大家聽一下 沒關係 那你國安基金不講話 每股持續向上漲 那你今天漲可能拉不動信心 你明天再漲可能拉一點信心 你後天再漲 我信心總有一天會被拉上去 總有一天被拉上去以後 我告訴大家 台股就可能會出現一個 暴富性的大漲 來我說台股出現暴富性的大漲 現在有沒有暴富性的大漲 10月26號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錦上天花跟落井下石 大概只有我是什麼 雪中送炭啊 你看一下台積電 那一路向下跌的過程當中 現在越來越多媒體跟你講 台積電多慘啊 半導體先風暴啊 有六大風險啊 跟你講很慘啊 但是我告訴大家 台積電還是富國神山 台積電他基本面沒有改變 不會因為一封信說什麼 叫員工多休假 他就不賺錢 他不是這樣的公司 而且短線上本來就已經超跌了 好不好 所以手上有台積電的話 我認為啊 堅持啊 堅持 來我有沒有跟大家講 手上有台積電 一定要堅持 一定要堅持啊 那我既然看好台積電 台積電是最主要的全值股 台積電會向上 台股當然就是會向上 再來我們看到 這剛剛講的是什麼 剛剛講的是什麼 10月26號 10月26號 是這麼悲觀的時候 10月26號這麼悲觀的時候 你看我叫你堅持下來 不要說我幫你賺多少錢 你手上有台積電 376塊放到現在 417塊 租租租省了30幾塊了 30幾塊啊 3萬多塊啊 你都該請我吃飯啊 是不是 好再來我們在10月28號的時候 繼續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台積電怎樣 金子股呢 今天可能有很多人講他壞話 但是呢 至少你從技術面來看 3天沒有再破底 3天沒有再破底 而且技術指標呢 已經遠遠的偏離正常 該有的軌道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這個是MACD 這叫做零軸 它就算要再跌呢 MACD也會先回到零軸之後 再繼續往下跌 它才會跌得比較深啊 那空方在這邊也沒有肉吃啊 你再去空它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啊 那我們再看到聯電的部分 有沒有 我是不是持續的看好 有哪幾個老師敢在最低點的時候 跟你講持續的看好 所以今天台積電 是不是大漲了 今天台積電是不是大漲了 所以指數當然就是 大漲291點有量有價 外資回龍進場買 你跟著外資前一陣子 台積電在最悲觀的時候 外資也拼命的賣 你就被嚇到也跟著賣出去 你看你看著外資做不如跟著 GD老師一起操作 不是嗎 我沒有為了賺你錢 跟你講說 趕快把台積電賣掉 來跟我一起買其他上漲的股票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要堅持反彈無力 要換股再來換股 操作股票不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呢台積電持續的向上 大盤當然會持續的向上 那我們幫大家畫什麼圖 來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大盤給大家什麼圖 我們昨天就跟大家講 來我們昨天這幾天有沒有 大盤我說突破了 剛突破 剛突破後續就會持續向上 準備挑戰這一波的壓力 沒有錯吧 今天是不是剛突破之後 就持續向上挑戰這裡 這個缺口上緣的壓力 壓力現在目前大概是來14000點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 在這兩天持續向上 一個挑戰季限 或者是14000點的一個整數關卡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道瓊指數 我們也是預測非常正確 你看一下澄清型態之後 就持續向上 現在呢美股已經 道瓊指數已經突破了年限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大盤單就是一個大多頭 大多頭時期 如果說呢 你要看一個老式的功力 很多人就是 我就跟大家講啦 只會看圖說故事 今天漲就說漲 你有種就做個 期貨來給大家看 會不會贏錢 來我們期貨啊 388是提前達標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 反彈 應該說修正就是偏多 修正就偏多 我從星期一跟大家講到這邊 來昨天呢 我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說因為你跌下來買 你長線來講 會有一個多頭的保護 即使你今天沒賺錢 你明天也會賺錢 所以你看11月8號 如果你買在13350 對不對 今天一開盤 我們不要看 今天一開盤 今天一開盤是多少 13438 13438是最低 也就是說你昨天即使買了那麼低 你看到很可怕 對不對 覺得持續往下跌 結果今天一開盤 大賺100點 大賺100點 如果你們堅持下去 繼續爆下去 今天是大賺幾百點 快要200點了 今天大賺快要200點了 沒有錯吧 好所以呢我們跟大家講 你要怎麼操作 如果你要聰明的操作 最近都是只做多不做空 只做多不做空 你要聰明的做多 就是我跟大家教的 第一個你可以看 MACD指標 MACD指標接近零軸 沒有跌破 的時候 或只是跌破 馬上拉起來的時候 趕快進場操作 來這邊跌破 趕快拉起來是哪裡 這裡 所以你這邊進場之後 你看這邊進場 是不是有一個波段 你這邊沒出到 後續跌下來 也沒有跌到這邊的低點之下 所以你再等一下 他又賺錢了 沒有錯吧 這樣就賺錢 你當沖就可以從哪裡 做到哪裡 這邊 對不起 這邊賺到這邊 或者是這邊 你這邊 你這邊買進 這邊出場 沒出到這邊也可以出場 就是一個做當沖的波段 也或者是你可以用什麼 KD指標 KD指標如果到了20以下 就是進場吧 就做多來這邊20以下 做多是不是同一個點位 這邊20以下做多是不是這個點位 兩個點位進場都賺錢 來我們這一波 金應該不是這一波 這個月的期貨創業價 一定提前達標了啦 388嘛 38萬賺8萬提前達標 來我們看一下 第一勝來賺5點好可憐喔 有的時候震盪格局啊 真的是不好做 在第二勝 這賺25點 第三勝來 我們第三勝總計賺了 1010點 你沒有看錯 1010點來 怎樣1010點 我們在11月7號的時候 我說13190 市價一筆 13190市價一筆 現在加權股價指數 應該是台子期 台子期現在大概是13600以上 13600以上 所以我們這個 算13600的話 目前賺了410點 那再來呢 我後來的當天 同一天我在13250 我這前面有多打一個 但是大家應該看得懂 13250 我們再繼續加碼 我說大盤啊 就是強勢走多 行情才剛開始 我們就是兩百資金 對不對 我就說進場做多 結果我都沒出啊 所以13250進場 到現在賺350點 再來我昨天進場 13350 我昨天跟大家保留說 我到底有沒有出 我先保留 我告訴大家 我沒出 全國的會員朋友 都可以做建設 我沒出 13350 我進場再做多一單 今天呢 昨天買今天賺 昨天買今天賺 今天直接賺250點 這三筆我就賺了1010點 坦白告訴各位 我上面有停損一次 我停損一次不超過300點 最多300點又如何 你看我1000點我就賺了多少 我1000點 1點是200塊啊 期貨1點是200塊 1000點是20萬 1000點是20萬啊 就算我停損了300點400點 我這個月一樣是達標 我們的期貨388 今天幾號 今天9號 前9號我們就提前達標 38萬賺8萬 238萬賺16萬 三個38萬賺24萬 我們提前是幫大家達標了 所以你說可不可能388 388是絕對有可能的 你看我們期貨已經達標了 好所以呢如果你真的 這波你真的損失太大 你想要趕快配回來 我覺得期貨是一個蠻好的方法 因為如果說你現在資金已經 剩到不到50萬或者100萬 我認為期貨創業家 是比起你買個股更有機會 幫你一次翻回來的機會 好所以呢你想要跟我們一起 操作期貨的話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的一個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那今天的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基本面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